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投入计划的资金与收益 不需马上缴税 可延缓至领取的那一天再课税 1. RMD规定是什么 由于退休账户的资金要等到提领时 国家才能课税 并确保投资所得 为储户享有 所以有 RMD Required Minimum Distribution的规定 即强制最低提款的规定 国税局要求储户 一旦年满70岁 隔年4月1日前 至少必须领取一定金额 之后 每年12月31日 都必须完成提款要求 举例 如果您在2019年满70岁 2020年4月1日前 必须提取第一次金额 RMD规定适用于401K、403B、457B 传统的IRA 以及SEP、SARSAP、Simple IRA 和Roth 401K等计划 不过 罗斯个人退休账户Roth IRA 是个例外 Roth IRA存入账户的资金 以预先课税 59岁半以后即可自由取出 也没有70岁半 强迫取出的要求 同时 只要符合相关继承规定 也可以给子女继承 2.RMD要领多少 弄清您该领多少钱 可能很复杂 个人理财网站Nerd Wallet的退休 和投资专家奥谢Ariel O'Shea表示 这必须考量 去年年底的账户余额 除以国税局的平均寿命统计表 在Nerd Wallet网站上有一个计算器 可以协助您计算出RMD 也可以请理财顾问 帮您计算 或是寻求IRA管理员的帮助 请他们设置领取时间表 如果您有多个IRA 则需要将它们全部加起来 以确定RMD总额 但是您可以只从一个账户中 提取所需的提款 不过 如果您有多个401K账户 通常必须从每个账户中提取款项 三 忘了领RMD该怎么办 如果违反RMD规定 国税局将向未提取的金额 征收50%的税金 例如您本来该领2万美元 若是只领1万美元 将面临5000元的税金 因此搞清楚领取的金额 并按时完成是很重要的 财富规划师凯蒂·佩尔森 Katy Pearson说 加入计划时 计划发起人 应该每年为您提供1099-2表格 他说 在表格中应详列退休金 年金 退休或利润分配计划 IRA等详细信息 且应包含您 需要向国税局报税时 所需的资讯 如果忘了按时领取RMD 退休储蓄专家 埃德·斯洛特·Ed Slot说 您必须提交5329表格 并简要说明 为什么您错过了领取时间 如此一来 将有可能避免严厉的罚金 但是要尽快处理 斯洛特提醒 发现错误后 必须尽快修正 今天的节目 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